會有一個手持裝置 可以進行Run-in,Run-out 對焦放大 Menu的選擇 還有一些Lilicoco的功能非常的多 有大概五六個自訂一鍵 五六個自訂一鍵可以自訂一些常用的功能 耗電情況還算理想 但是如果用它送的那顆PU30號 應該叫PU30號 看不到在機器裡面 它送的那個30的電池 大概剛剛滿載 充滿裝置大概110多分鐘 我們就估算它兩個鐘頭的連續工作時數 你一定要買60的、90的 不然你真的會很辛苦 或者是到怪機師來改V-Lock 一顆V-Lock可以用可能可以用一天 耗電不會嚴重 那鏡頭的部分 然後在機身的部分呢 有ND鏡 多個ND鏡 三段ND鏡 然後再來就是 它的手提做得還不錯 然後V-O-Finder也做的 這一次真的做得很棒 它的V-O-Finder 我覺得是一個很不錯的設計 那本身機器的這個最大的麻煩 是它的那個XQD的卡 非常的貴齁 然後錄4K時間也不長 除此之外呢 一定要配屬一些外掛套件 不然那個機身跟鏡頭很快就會 因為這個鏡頭太重 還有機身的Mount 長時間壓力這樣會變得滴滴爛 也就是說它鏡頭本身的拖 下面一定要有一個鏡頭 鏡頭要鎖住 在那個底板上面 那在機身的部分呢 也要鎖住 幸好它做的是一條平行線 你只要一般的底板 配兩顆螺絲到三顆螺絲 就能夠完全固定它們的一個使用情形 那我會建議如果常換鏡頭的話 不要用單一底板 要用那個分離式底板 喔 鏡頭鎖一個 機身鎖一個 以方便這個 鏡頭分開使用 拆卸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那再來呢 Line-in的部分喔 麥克風的部分 還有正48V都有貼在裡面 我比較喜歡用它的那個 S&Q 它那個模式按下去 就可以開始做慢動作路 非常的方便 這叫設定好 那Iris有分為自動的 還有這個Push Auto 可以按一下Auto的 它自己幫你 幫你統光 光圈 其他的User Menu有相當多 還有它擁有這個全式自動對焦 跟手動對焦 和另外一個就是Push Auto 的Focus 你只要按一次它就對一次焦 就不會跑來跑去 也是很人性化 然後它的這個 選單介面也做得很不錯 再來就是講它的那個 記憶體裡頭的內容 它的ISO可以自動 白平衡也可以自動 下頭的部分我就沒事了 不知道能不能自動 它設計了一個傻瓜鈕 叫Full Auto 按下去之後全部都全自動的 很適合這個入門的人也可以使用 專業的人也可以使用 尤其一些機關團體 你如果只是要拍一些你們 比較拍一些好畫面 但是沒有要求很大的變化 跟細節的時候 拍它的Full Auto 基本上它的功能都存在 那它S-Log有好幾段 Sinner裡頭的S-Log有好幾段 可以進行調控 可以調的那個細節參數 尤其是在那個銳利度的部分 恐怖的多啊 一般的機質就只有 柔 銳 很銳 那它不是 它裡頭就是 黑也可以調銳利 白也可以調銳利 那皮膚也可以優化 它在銳利度 叫細節的方面 有很多很多 可以運作的空間 來讓你 避免在這個後製時候造成損失 因為它沒有 這台機器沒有漏 漏要另外再加 另外再加買它的那個裝備 你不便宜啦 所以它這台機器目前就是 XAVC 跟XVCI 跟XVC XAVCN 跟HT 422 這三種 三種格式 那最大勒 可以到409621 2160 最小1280的格式 好 這些格式在這個機器內內 有一個很大的麻煩 也不能說麻煩 因為沒有人 正常的人不會在那邊切來 切去 因為它切一切之後 它就會自動下檔了 那下檔之後 它也不通知你 有時候通知 有時候不通知 被嚇一跳 你切換格式 按下去 裡面機器掛了 它就突然間關電 有時候它會說 關機中 所以說它這個 這個警示的部分 並沒有擁置 有時候會通知 有時候不通知 剛剛就被嚇一跳 以為燒掉了 結果不是 它正在這個 因為格式的切換 它必須要 重新開過機 那普通的消費機 譬如說中下的一些 FZ1000啊 FZ300啦 GX85啦 G7啊 這一類的機器 它們不是 切了就可以直接使用 比較沒有像專業機那麼複雜 在這個機器本身齁 如果連同肩脫啦 VLock啦 整個裝一裝 將近8公斤啦 也就是說 作為一個傳統拍攝的工具來講 強調高畫質來講 你不希望做到那個叫做 Steadycam的話 或者是滑軌或者掉臂畫面 Grand畫面的話 這台機器在畫質的部分 絕對是夠用的 而且是 呃 非常的細膩 它不會很 很炫 然後它的 捷徑程度可以說是相當的不錯 那 FZ7這一邊來講 齁 我 是不會帶它出門啦 因為真的是有夠重 然後那畫面都很死 齁 你沒有辦法做一些特殊運鏡 你只能用三腳架畫面 做一些 呃 畫面的構圖啊 齁 和勸交的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 你想要 把它拿來搖壁 拿來做一些 有的無的齁 你的錢會花到 花到脫褲子 你要用很多的人工啦 來搬運這些器材 那它的這個吃光還蠻低的齁 再來就是 呃 它的這個收音齁 有兩軌 你可以外掛 一支 我會建議是一支ShopGong齁 跟配一支無線Mine 那如果真的不夠的情形之下 可能就要裝Mixer了齁 把一軌擴充成兩軌 齁 另外一軌單收音也可以 齁 那選單Menu的部分齁 齁 相當相當的多 也有賴你呢 一個一個 去玩它齁 齁 你要把它玩得好 一定要去搞它的選單 那它的奧布特呢 它的搭載是這樣子齁 它奧布特有 兩顆 HD SDI 一個HDMI 齁 可以做輸入 要說出保證 你可以做輸入 兩個HDMI 兩個SD 兩個SDMI 兩個HDSDMI